篮网0比3大比分落后 记者提问欧文 这次落后和2016年总决赛有何不同 欧文回答耐人寻味 北京时间4月24日 随着篮网主场103比109再次不敌凯尔特人 目前篮网队已经大比分0比3落后对手 此前NBA历史系列赛中 0比3落后的球队占继为0胜143负 可以说篮网队已经一只脚踏进淘汰的边缘 而下后记者采访时 有记者提问欧文 这次0比3落后和2016年总决赛1比3落后有何不同 欧文回答 最让人感到沮丧的部分 是凯尔特人对于比赛的掌控力 而且我们的失误也很多 包括防守篮板球 保护力也不够好 2016年总决赛1比3落后 和目前0比3落后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看来欧文也是对今年几乎赛球队的表现感到失望了 孩子的欧文在和多安特联手时曾说 他是我直接神爱搭档过 第一个能够投中最后一球的队友 以外里讽刺詹姆斯关键球能力不行 先如今都是面临大部分落后 之前总决赛1比3落后 也没人做到过翻盘 这次怎么就失望了呢